快闪小实验 结晶魔术师 白色尖塔 步骤一 取50克醋酸钠晶体 放入烧杯中并加5毫升的水 步骤二 先搅拌再加热 使醋酸钠晶体完全溶解 然后静置冷却 尽量不去动它 使之成为过饱和溶液 步骤三 取一培养敏 放置少许醋酸钠晶体 再将步骤二的溶液 缓慢倒入 步骤四 仔细观察 可以发现溶液 一碰到醋酸钠晶体 马上会凝固为固体 一直往上凝固 最终形成一座白色尖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